花蓮縣植物縣文教慈善協會 也連續15年舉辦了愛心米發放活動 今年包括花蓮市和檢安鄉 共發出了1700份白米數量 多達了6800公斤 協會理事長趙若平表示 發放對象是以淨平戶為主 希望可以擴大關懷層面 讓更多有需要的民眾可以受到照顧 農曆新年前夕花蓮縣植物縣文教慈善協會 再度發放愛心米 給花蓮市和檢安鄉的淨平戶 今天是花蓮縣植物縣文教慈善協會 延續第15年的愛心米發送 昨天我們已經在黃昏市場 對面的哈囉廣場 做吉安鄉部分的發送 今天是我們花蓮市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能夠給我們敬品的民眾 給他們在睡眠民眾的時候一點關懷 那對已經有領有這個低收入的這些民眾的話 因為有政府的補助 那我們就沒有再給他們重複 希望能夠擴大到我們一些淨平的民眾 那希望這樣子的一個愛心活動能夠持續 那也感謝所有對這一次愛心米捐贈的會員 還有我們愛心的這些民眾能夠得到一個 他們想要做的一個愛心的一個意見 創會理事長江如玲表示 連續15年的發放集結各界愛心 希望可以持續下去 我在當選市民代表的時候 我就有發現說 在我的倫理範圍之內 我一定是祭品這個工作 我一定會繼續的做 關懷我們弱勢團體 因為發放愛心米幾乎都是 弱勢家庭跟敬品家庭 那我也要謝謝我們所有愛心人士的協助幫忙 讓我們每一次的愛心米跟愛心眾都很順利很圓滿 那我也謝謝我們所有的禮長跟禮幹事的協助 讓我們的愛心卷能夠發放很順利 1700份愛心米共計6800公斤 1100份是發送給花蓮市 700份是發送給結箱 讓敬品護民眾也可以感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懷與溫暖 藉旅會歡迎市報導